今天咱们来说一下 奶奶养大的狗子 到底能有多离谱 有一种饿 叫奶奶救的女儿 来狗子张嘴 最后一口了 奶奶我不吃 我真的不饿 听话 你看你都饿得说胡话了 啊 奶奶慢点 我打个嗝 好了 咱们再来一口 奶奶奶奶 刚刚不是说最后一口了吗 听话 闭眼 这次是真的 奶奶慢点 奶奶慢点 奶奶只是看了一眼狗子 你看这孩子 肯定是饿了 脸色饿得焦黄 奶奶你放下 我真的不想吃 这不是饿的 我就是这傻 我不信 来听话 听话快吃 吃饱了好长胖胖知道不 来我咽下去 你看你瘦给狗似的 奶奶说 我们家狗子晚上吃多少 主要取决于今晚 家中的剩菜剩多少 来来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家的食物垃圾桶 奶奶奶 你撒手 给我嚼一下 还有网友说 把狗狗从奶奶家接回来后 狗子就变成这样了 哎 我估计这狗子 这辈子都想不通 隔壁的大黄 为啥要互食 还有网友 出差几个月 还担心会缺家呢 回来一看吓一跳 好家伙 你不说我还以为 是给猪上色了呢 这还哪拆得了家呀 上车都费劲 颜值超高的萨毛爷 到了奶奶家半年 变成了萨毛猪 身材娇小的科技 变成了短腿小猪 快乐的小金毛 变成了小金猪 总之不管什么的狗子 到了奶奶家之后 回来都会给你变成 plus版本